有勇敢叹咯 欢迎收看最新一季拜托罗美食 我是PianoDun 因为这个顾客他 跟我买了一台帮琴 然后但是他要放楼上 但是他楼梯又太小 这样办好勒 所以 我们就要用吊车跟他吊上去的 可以是 所以就是这一间 OK 然后吊车在那边standby好勒 OK 所以等一下我录整个过程现在给大家看 OK 所以除了upright piano Grand piano也可以这样子吊上去 所以有很多时候勒 有些顾客就是说 他打开他的家的天窗 上面敲掉 然后过后 来 来从上面吊下来也是可以的啦 OK但是在 给大家一个advice就是说 before你买钢琴之前 或者before你装修家之前 你知道如果你要摆钢琴的话 你就要想好plan 到底你要放楼上 还是要放楼下啦 OK 所以今天就用吊车 其实这种吊车 我们触动过很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没有 没什么机会可以拍到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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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探索琴 看温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